在這邊 林媽媽 跟著林媽媽走了很多地方 才知道說林老師會是林老師 完全是因為他媽媽 所以有其母必有妻子 林媽媽是一個非常自我克制 自我要求的人 我們常常以前認為說 林老師怎麼會跟林老師工作 常常覺得他很難搞 他是那種 講一個台語話就是 拍剃頭的人 很難剃頭 他永遠不安分 永遠在一個石頭都要買個石頭 每個石頭都要翻片 他才願意結束 說OK 大概這樣可以 所以一直不理解說 怎麼會有這樣一個人 看到林媽媽這一唱跟著林媽媽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林媽媽 我們去每個廟 去每個廟 每個廟都要脫鞋子嘛 那印度廟要脫鞋子進去 那林媽媽都穿白色襪子 然後也脫了鞋子進去了 進去完了以後出來 要穿鞋子的時候 他把襪子翻過來穿 我說林媽媽為什麼要翻過來穿 這個這樣腳會髒啊 對不對 因為你穿著襪子進去裡面走 腳會髒 他說腳髒沒有關係 但是這樣子呢 鞋子不會髒 他鞋子裡面不會髒 那常常我們這樣是玩了一天一下來 一個早上下來 然後就要去休 下午太熱了 不能出去玩 就要旅館躺著休息 到五六點的時候 林老師就叫我們去吃飯 那吃飯的時候就跟林媽媽說 欸 你有沒有睡覺啊 她說沒有睡覺 因為她在忙著洗襪子 她把襪子再把它洗乾淨 她是這樣的一個人 然後出去外面看到任何東西 她都要問 譬如說看到一個印度的神像 那就問說這是什麼東西 那林老師就回答她說 她是什麼神 什麼神 那你媽媽不滿意 她覺得你的回答太簡單了 那怎麼辦呢 只好我去買書 回來看一看 然後第二天跟你媽媽報告 這個神的來龍去脈 全部要講清楚 它就這樣一個 然後像我們會去 印度很多的這個宮殿 都蓋在山上 城堡 然後都很高很高的一些建築物 那有一次我記得 我們陪林媽媽這樣逛 逛的都已經累得要死了 然後有一個 走到裡面有一個回旋梯 一路上去 上去 上去 上到最高 那林媽媽說那上面有什麼 我們說大家都累了 他說沒有什麼吧 大概還都是這個樣子嘛 不就是那個樣子嘛 那林媽媽說 剛好看到有兩個背包客 外國人 年輕的背包客 從上面下來 他就叫我說你去問他 上面有什麼東西 那我就去問那個外國人 然後外國人說 他們怕了一半也沒上去 他們也放棄了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上面是什麼 那跟林媽媽聽到這個話就說 這兩個外國人 沒有志氣 沒有志氣 一聽這話我們只好 勉勵地陪他上去 就上去也真的沒什麼 可是他就是要上去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 母親就知道說 她教育出來的孩子 就是今天的林淮明 林老師 那當然我們也去坐火車 那當然我們也去坐火車 印度的火車是一個 去印度你如果一定會去體會到 什麼叫做無常 就是沒有一個東西是可以按照 schedule的 到後面你無常就變正常 印度的火車是從來沒有準時過 什麼時候會到完全不知道 整個印度的火車站永遠是滿滿的人 然後大家都提著行李 然後行李都有個鐵鍊 你不曉得為什麼要鐵鍊 過一陣子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不曉得你要等多久 你總不能提著行李去上廁所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你行李必須要跟用鐵鍊想辦法跟座椅 大廳的那個等待座椅綁在一起 不然你的行李就會掉 所以每個人行李都有個鐵鍊 那火車什麼時候來都不知道 有一次林老師講的 那是帶著雲門舞者去印度 然後約好三天後大家在這個月台見 大家分散各去別的地方 等三天後回來的時候 有一個舞者他還在那個月台 他沒離開過 因為等了三天火車還沒來過 那我們當然不可能去做 我們因為帶領媽媽必須做 比較好的包廂的一等車廂 別看起來好像很漂亮 可是裡面全部是蟑螂 蟑螂是那種很小隻很小隻的蟑螂 所以你把你的所有拉鍊 扣子全部扣上了 你還是覺得那個蟑螂會跑到你身上裡面去 就這樣這麼恐怖的地方 那我們先去了這個地方 先講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說我們到了印度的時候 第一天在機場光下來 那傍晚的時候 在印度的我想看來是什麼 那個機場的大廳 為什麼好像有煙進來 然後那煙又帶一種味道 很像你以為是 是不是怎麼天上溼火了 結果並不是 林老師說那個是霧 那個印度是大陸型氣候 到傍晚的時候那個煙就這樣飄進來 到處竄進來 連國際機場也一樣 裡頭就進來 回到旅館一樣 旅館晚上煙就會竄進來 可是那個味道是什麼味道 你也說不出來什麼味道 一直到很久以後才知道說那個味道 是我們小時候如果 我們比較年輕的 比較老的一點的 小時候要自己生火 生火的燒火 柴火的味道 但是它比它更濃 原因它是用牛 都是印度是用牛糞 曬乾的來當燃料 所以就會有那種 晚上吹煙的那個味道 所以整個印度 到傍晚的時候 那個霧都帶有這個味道 這是在我們印度看到的第一種煙 第一種煙 給大家看